上周进行的亚洲女排及亚洲女毛球锦标赛 点传佳音 19号第十届亚洲女排锦标赛在香港开赛的当天 中国女排即轻松地击败了他们的第一个对手 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了首场胜利 在有九支队伍参加的此次亚锦赛上 和中国女排同分在一组的还有哈萨克斯坦 韩国和澳大利亚队 于15号在马来西亚开始的亚洲女毛球锦标赛上 墙里出击的中国队不出所料地成为最大的赢家 经过五天的激烈争夺 中国选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但是主教练李永波表示 中国选手参赛的目的并不在于囊括 而是在于取得尽可能多的奥运积分 尽管众多欧洲男单好手没有参加15号 在桂林开幕的九九中国乒乓球大奖赛 多多少少使当地的观众感到失望 但是这次比赛却依然冷门叠爆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最令人意外的是 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刘国梁 被队友刘国正以3比1淘汰出局 世界排名第五位的中国男单选手马林 和女选手杨颖 也分别赋予德国选手波尔和中国选手王楠 国家体育总局决定 今年10月在成都举行的全国竞赛工作会议 即2000年竞赛招标会议期间 将进行全国部分体育竞赛项目 承办权的拍卖会 这意味着明年进行的部分竞赛项目将以锤定音 另外14号 《无锡日报》的一纸诉状把中国足协推上了法庭 这也爆出了上周中国体坛的一大新闻 今年7月26号 中国足协在今召开发布会 向传媒发布了关于奥运会足球预选赛 上海赛区假新闻事件的处理决定 该文件称 《无锡日报》及其记者制造了舒畅 李雷雷扬言要退队为主要内容的假新闻 中国足协要求该报公开道歉 并对有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 而《无锡日报》方面称 中国足协的指责和处罚是十分错误的 严重损害李原告的民意权 这些《无锡日报》是重安区人民法院 近日已经把相关文本递交给的中国足协 但是本案开庭日期还尚不确定 1985年中国体育首次引进了赛车的概念 随着当年港京拉利赛的成功举办 人们又多了一个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14年过去了 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从85年的港京拉利赛到97年的中国拉利赛 再一直到今年的世界拉利锦标赛的第11战 乃是国产汽车也能够参加这一世界最高水平的拉利赛式的角逐 所有这一切如果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 那确实是顺理成章 1997年和1998年 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成功的在北京怀柔 举办了两次作为亚太拉利锦标赛分战比赛的中国拉利赛 受到了国际汽连官员的一致好评 并且将1999年的中国拉利赛定为世界锦标赛的分战比赛之一 在此以前中国举办了七次香港至北京汽车拉利赛 均获得极大的成功 推动了国内赛车运动的快速发展 1999年9月17号上午九时 随着第一辆赛车驶过发车台 三五中国拉利赛宣告正式开赛 此次比赛共有70辆赛车参加角逐 比赛全程为1484公里 其中赛段382公里 共分三天进行 由于连日的大雨 赛段的路面变得泥泞不堪 给比赛增加了不少的困难 以前曾经参加过中国拉利赛的 只有现在福特车队的麦克雷和西班牙车队的李亚蒂 但是不巧的是 他们两人均在第一天的比赛中 因为赛车受损而被迫退出了比赛 目前在世锦赛的积分上 丰田车队的奥利奥尔与三菱车队的马基宁相差11分 未免冠军马基宁是要四夺世界冠军 而奥利奥尔则希望夺回失去多年的冠军宝座 此次中国拉利赛首度作为世锦赛分战比赛 为国内的赛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 可以一睹各路英雄们的出色表现 作为中国第一车手的卢宁军 这回也驾驶着一台三菱兰塞尔1V3出战 后来由于悬挂系统的故障而被迫退出了比赛 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拥有一台好车来参加比赛 我觉得通过这个比赛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么这个车的这个悬挂系统发动机 我觉得要再加强一些 那么我们对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些选手 我觉得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和这个好的选手相比差距比较大 从几个方面嘛 一个是车队的管理 车队的运作 还有车队的维修 包括我们国内现在选手使用的车辆 我觉得差距都比较大 那么现在我们国内已经用的捷达 用这个106 这个级别都比较小 所以跑起这个这么艰苦的路来讲呢 就比较吃亏 今年中国一汽大众就自己生产的捷达王轿车 正式向国际气联登记注册 并且获得批准 此次比赛就有12台捷达王参加 一汽大众也为使用这一型号赛车的赛员提供了服务 另外一汽大众还与珠海方城市发展公司合作 组成了一汽大众FRD拉力车队 并且聘用了两名外籍车手挂帅出征 但是最后却因为各种故障而被迫退出了比赛 在第一天的赛事当中就有11辆捷达王退出 仅剩下一辆捷达也没能熬过第二天的征程 看来一汽大众的赛车还要进一步的完善 本次中国拉力赛是历届中国拉力赛的比赛当中 女性车手最多的一次 中国香港车手陈自华的32号赛车 就是由她的太太邓宝莲担任领航员的 而驾驶61号赛车的至年近18岁的英国姑娘斯普利娜 领航员则是徐首例 而56号赛车的领航员也是一位名叫谢成的女孩 仅有一年车龄的四川姑娘林佳雪 则是亲自驾驶着71号赛车参加了比赛 后来由于机械故障被迫在第二天退出 一天没什么放开 昨天放得挺开的 本来想挺好的发挥一下的 结果油底壳被撑坏了 对对 在第一期赛段的时候 对可能是 你看前两个赛段感觉挺好的 自己放得比较开一点 所以说还想朝前面赶一下 结果可能是稍微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了 有点失控了 反正觉得挺遗憾的 看来汽车运动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 我这次已经见这次的导航也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是蛮认真的做这些事情 然后跑下比赛来确实挺不容易的 对我来讲的话三天体力消耗比较大 到今天的时候 到TC等时间的时候就睡着了 然后我觉得能够跑下来我就非常满意 在金风送爽的季节 中国汽车运动也开进了 国内数十家媒体的近百名摄影师 参加了这项活动 从今天起到9月26号的一周时间里 这些身穿红马甲的摄影师们 将分成十几个摄影小组 深入到中关村地区的大街小巷 高科技企业 科研机构 学校等单位进行采访拍摄 用他们特有的视角 展现20年改革开放 给中关村这一中国硅谷带来的巨大变化 中关村的发展 应该说是改革开放20年的伟大成就 也是我们国家建国50年的 一个伟大成就的缩影 通过这个摄影